圆融是人际交往的技巧,它让你的善良更有价值,孤独让你自行,寂寞让你强大,圆融让你优秀,柔弱胜刚巧,圆融胜偏执,为人处事,不能太耿直,要懂得处事套路,学会圆融,人生的路会更通达。 鬼谷子这类传奇人物,一言一行都蕴含智慧,讲透为人处事的道理,真正成熟的人,不是处事圆华,是谷,而是知识故而不是谷,是一种由内而来的风盈与宽厚,要想在这个社会上混得好,看看这两条经历,细细连读,一,求记之也,取之奶的,去记明也,往之无事。 解释,要求什么东西,别说得太直了,用点技巧和试点,才容易成功,拒绝什么东西,也必有什么说什么,没晚点,照样能达到目的。 生活中的每个人,都要脸面,如果你说话直来直去,不仅生不到效果,还会伤害到别人的自尊心,招致怨恨,岂不是得不掌视,会说话与不会说话之间。 其实就差了一个维婉函视,我们在说话之前,对他人提出一件事,更应该注意维婉的重要性,拒绝是一门很深的学问,别人找你帮忙,你要是张口就句显得不太好,你要答应了就违背了自己的心,如能维婉的说明,以婉转的态度拒绝,别人还是会感动于你的周全细致, 其实,只要简单的把自己的语言转换一下,从对方的角度出发,就会让对方获得被尊重的感觉,也会乐意倾听与接纳。 如果一个人学会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意思,就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和谐。 二,顺其上者,为非过焉,逆其上者,真一最焉,解释,顺用上头的意思。 哪怕是装的,也不是什么过错,被逆上头的意思,哪怕是真诚,也是少倒霉。 在工作中,不管是面对领导,上级,我们都应该建好自己的本分,充分体会领导的意思,执行命令听指挥,领导指到哪里,我们就达到哪里,作为一个下级,这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了,有时候的事情,我们也不愿意做。 但是要赚人家这份钱,就得摒弃自己的爱好,即使是违先,也要坚决落实,即使是实在不想做,也可以装衣冲嘛,领导在的时候做,领导不在的时候就休息,模样工也比不干活巧。 可是如果违背领导的意思,自作主张,任意行事,那就问题严重了,没有一个领导会允许下级顶着干,你这么有胆量。 即使是真诚的为公司好,也逃脱不了被开除命运,有不同意见,可以和领导提出来,但是不能违背领导的意思,算作主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